大老师好 各位老板好 观察团的两位老师好 我叫任雅兴 从事的是监测系统集成的业务 上测天 下测地 中间测空气 我的求职意向是 从事三种行业 其中一种的公司任不莫经理 包括智慧城市 科研 教育 以及生态观测这三身业务 谢谢大家 你刚才说上测天 下测地 上测天测什么 大气的各种含量 比如说碳含量 水气含量 下测地是土壤中的各种土壤质量 中间测空气 就是常规理解 咱们测的雾霾 风速 风向 这些都是空气的一些要素 基本上这个指的是 涵盖了生态和环保 全部的要素的一个概念 我举两个简单例子 比如说大家知道南极科考 南极科考是雪龙号过去 雪龙号的设备就是我去装的 这是最早的 这是一种 另一个典型系的话 就是西北洞土高原的监测 就是洞土影响最大 就是铁路的修建 因为会洞容 一洞容的话 这个铁轨 那就出安全事故了 所以这两个是比较 大家能好理解的 一个生态监测的东西 什么叫生态监测 您看第一个 第一个大箱子 没测的天啊 空气和土都测了 这是装在 秘鲁安利斯山上的 一个科研教学站 这个我觉得是在中国 大有前景 这是在一个实地考察 一个自立 一个很大的湖泊 这个团队除了我以外 这个团队运转好多年 包括当地的老村长 运转30年 就是跟住项目 然后这团队是我搭遍的 你的简历里头写 曾经自己创业开过公司 这个创业公司 现在是一个名存 名存实亡的状态 为什么 原因是资金链是断裂的 现在业务仍然在运行 但这个是这种 维持不下去的 我最大问题是 缺乏一个资金的助理 然后我的意向 也不准备 继续去运我的公司 亚星 我发现一个问题 你看你在中能华晨 和浩开这两间公司的 工作时间是重叠的 这是怎么回事 这两个公司 我是两个公司的股东 都是股东 然后都是股东 浩开是我自己创办的 然后和中能华晨 它是个控股集团 所以你只参与 浩开的运营是吗 那个中能华晨科技 也是我完全运营 因为他们不懂生态的业务 那这两家公司 它的整个的业务 也是重叠的吗 有一点区别 中能华晨主要方言 说生态自理 就是换句话说 它胃口比我要大得多 那是同一个团队吗 两个公司 不完全是 主要是销售的团队 不是一个 因为方向不一致 但监测的技术团队是一个 对吗 技术团队是一个 都是我核心 基本是重叠的 一个门面两个招牌 这么专业的做测量行业的 这个企业 那么你能做什么呢 我真正的专业是技术出身 然后再包括 之前的一小段 一些经历吧 我都在跑业务 所以我业务虽然二把刀 但是我也做了不少年 但是你看 我今天应聘一个管理港 你做想分公司总经理 或者业务的经理 那么你过去的客户 都是一些政府部门 或者是2B的 就是或者是2B的业务 了解了解了 那么在今天来看 你觉得哪个企业 跟你应聘的岗位 比较相匹配呢 就是我 首先我对我这行业 是一个利润很高 你自己也说 这是一个高利润的行业 然后你自己有两家公司 都是从事这个高利润行业的 可是 你现在却做不下去了 对 所以这个 你给我解释一下 就是它这个逻辑 你来求职 想做总经理 我就问你一个最核心的问题 你做这个总经理 你是想维持基本的生存 还是说想用自己 做总经理的收入 来继续供养你的公司 我现在越听 我直觉上感受 好像你对这一切 还没有完全放下 我现在有点质疑 你求职的这个目的 动机 对 动机 你到底是为了生存而求职 还是说为了你的公司 继续生存下去而求职 首先这是完全不可能的 第二个 哪个不可能 就是说我不可能说 我这个和这个 比如说和老师 去做一个合作 然后呢 我供养我自己的公司 这种完全不可能的事 你就是单纯来求职的 单纯来 可能和再说老板 一起发个 我发个小财 老板发个大财 你指的发个小财 他发个大财 他发的大财是什么大财 对 就是刚才我说的 这个行业能带利荣 那你还是希望老总 给你的这个行业投钱 你说的这个专业 和台上12位企业家 所从事的领域 几乎没有一个契合点 你说了这么多 你能够干什么 你没说 你反复在介绍 你这一摊的事 第一是刚才我完全不存在说 我养活自己公司可能性 第二就是发了什么小财 如果说维持公司 或者说获得一份工资 或者这种可能 那我还不如像大老师说的 我自己开我的小公司 虽然比较慢 比较慢 你不是资金链断裂了吗 我这个断裂和您说的 不一个性质 断裂是说 我没有大步发展的机会了 包括和中南华晨合作 包括前两年 我自己的摸爬滚打 实际上它有大发展的可能性 但现在我没有钱去做推广 包括以前我会做百度推广 会做三流的推广 这部分会有引员过来 所以你还是来找投资的是吗 所以燕心 我们必须明确 你是来找工作 还是来推荐你的项目 我把我把我推荐给你 我希望有一个 有资金实际公司 我进去给你打工